港股昨日維持責幅上落格局 為炒股不炒市認為市場特色 尤其是中資多個板塊成為資金主要建倉對象 內險股今年盈利有望扭轉去年下跌態勢重拾增長 變成為淡市下的亮點所在 作為行業龍頭股的中國人壽2628 作走高至14.42元報收 升0.44元 或3.15% 以漸拋離多條重要平均線 走勢呈強以可確定 因本身股值在同業中並不算貴 廖後市有力挑戰52週高位 國壽較早前公布去年全年業績 綠德順利按年跌近37%至320.82億元 人民幣 下同 每股盈利1.14元 末期股息按年減近25%至49分 其內 總營收按年跌2.5%至8043.88億元 其內 公司總保費收入達6151.90億元 穩居行業首位 新單保費按年升5.1%至1847.67億元 公司一年新業務價值為360.04億元 內含價值按年升2.3%至12305.19億元 此外 集團去年實現淨投資收益按年增長 0.8%至19903.44億元 受市場利率下行影響 去年淨投資收益率按年降38.4%至4% 至於去年實現總投資收益1877.51億元 按年降12.3% 總投資收益率按年降104.5%至3.94% 綜合投資收益率僅1.92%按年降295.5% 儘管國壽去年業績信預期兼削派息 為市場看好行業復甦勢頭 都刺激該股近期得以聲勢擴大 事實上 集團於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 累計完保險保費收入約為3272億元 按年增長3.9% 業務已有初步回穩跡象 瑞銀剛發表研究報告 看好人壽保險公司的近期增長前景 預計主要壽險公司的今年首季度新業務價值 將增長6%至20% 主要是由於分銷渠道多元化 消費者的低風險偏好和低基數 認為銀行保險和儲蓄產品是第一季度銷售的主要貢獻者 而在第二季度 預期3.5%定價利率產品的潛在停止銷售風險 將進一步推動主要壽險公司的新業務價值增長 瑞銀看好國壽更多上漲空間 與其買入評級 目標價18.7元 港元下同 積教現價有近三成上市空間 現水平順勢跟進 上網目標為52周高位的15.36元 為失守20天支持的13.44元則止蝕 公信 早 到 發表 發表 頭